經理就是這樣,在治療期間、治療前、治療中、治療期間都要定期的監控肝臟的功能 有沒有任何肝臟毒性的跡象也要注意 如果產生肝毒性就要停止使用本藥 另外本品常會有對於有肝臟腫瘤的病人要特別小心就不能使用 因為本品對於那些有肝臟腫瘤的病人曾經有誘發致命性腹內出血的情形 所以就要特別的小心 另外本品對於現在有或者是過去有腦磨瘤的病人要很小心 只要有過去,特別是用了本品治療後 如果被診斷出腦瘤瘤就必須要停止治療 因為過去有人報導說吃安達卡產生的腦瘤有關聯性 另外當抗雄性素療法使用抗雄性素療法 這也要不能開刀的前列腺瘤癌 如果有血栓或者是鐮刀型細胞型貧血 或病有血管病變的嚴重糖尿病病人 開這個藥又很小心 因為這個藥會產生血栓的酸塞症 所以有非常小心的藥 本品在治療使用這個所謂恩德卡曾經有報導過貧血 所以定期的血紅素的檢查 在這個藥物來講是很重要的 另外本品也可能會產生糖尿血糖的變化 所以患者有糖尿病的病人使用這個恩德卡 要緊密的監控血糖 甚至有必要的時候要改變口服糖尿病的藥物的積量 以及胰島素的需求 另外本品治療期間有可能會產生腎上線功能 皮脂功能的改變 所以應該要定期對於腎上線皮脂功能做定期的檢查 另外也有人發現到說 本品在高激量治療的時候 會有呼吸急速的感覺 這一點可能也要麻煩臨床的醫師多時多注意